急诊是医护人员忙进忙出 确诊民众等排病房住院 高雄有一名90岁阿嬷确诊后 突然失去意识 松疫急救等阿嬷清醒 却被医院要求回家聚革 医院表示没有负压病房 医生建议回家聚革 家住永安的阿嬷高龄90岁 因为家中有人确诊 阿嬷在6月4号快晒阳性 隔天早上失去意识 被送到医院急救 等阿嬷恢复意识时 医院却说没病房住 家属打给1922及卫生局 卫生局却说要联络疫情战情中心 但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 家属只好带着阿嬷返家 当天早上市长 记者会明明说负压及 专者病房空床率还有51% 这是由于专业的诊疗的考量 由医院主治医师这边决定的事情 并不存在以没病房为有的这个问题 阿嬷已经高龄90岁 没有打疫苗身上还有慢性病 家里住的又离医院远 完全符合中央规范 医院却不收治 卫生局说是医师评估 每疫苗保护还曾失去意识 家属无法理解 若一直没有病房收治 发生问题到底谁来负责 记者杨树 罗彩遥高雄报道